第二次没有第二次点开 这边就有完整影片 那你就自己再看过 OK就第二次上课的内容 然后第三次上课的话就在这听 那下一次等于是今天的也会在这上面 那比如说上个礼拜教了什么东西 其实就在这里 OK那我主要是要确认说 你到底有没有学会 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主要是 做了几件事 第一个就是利用什么 枢纽分析表 去分析历年切到的这个数量是增加还减少 另外我记得好像有画图 枢纽分析图嘛 所以主要是利用枢纽分析表 然后呢去产生一个我们需要的统计表 然后另外的话再利用枢纽分析图 画出它的折线图 那首先好像我们画了三个图吧 一个是折线图 一个是比例图 比例图有一个炸开的概念 OK所以上礼拜讲 如果你上礼拜这个地方没有 这个记得的话 你回去再看 然后还有画直条图 所以三种常用的图形 我们都已经把它先绘制出来 但是今天的话我主要是希望说 因为如果假设每次你都要手动一次的话 浪费时间 我是希望说看看能不能自动按个按钮 自动帮我产生之前的结果 这样的话呢就不用说每次都重来一遍了 不过跟各位讲这难度还蛮高的 你希望它自动跑 但是你必须要把程式写出来 那可是问题怎么写 这是最难的 那以前的做法 我在我云端上面其实也有放 以前为了要让这件事情做到的话 首先第一个上礼拜那个 第一个如果假设你要统计历年的话 你要先确认一件事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年这个栏位 如果没有 那你一定要把它先产生 有没有 所以我们本来下载资料的时候没有年 那你如果要统计历年 你一定要有这个栏位 OK 那有这个栏位之后的话 再插入枢纽分析表 这样才会成功 那范围确定OK 应该没问题 这个还蛮 只是说我们后面会希望把它改成 用VBA来完成 也就不用再做一遍 做一遍 其实虽然不会换过时间 但是也很麻烦 那以前的做法 我们会用一个方式 因为程式不会写 除了可以用ChalliP之外 其实以前可以用什么 开发人员 里面有个叫录制聚集 那这个所谓的录制聚集 意思就是说 你做的任何动作 它就会自己帮你转换成 VBA的SUB程式 OK 可是它做的动作 它是记录你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所以有的时候你那个滑鼠键盘动作 如果有一些 有一些改变的话 你可能要自己去修改对应的程式 虽然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难度也蛮高的 倒不如 所以可能就是用第二个方法 我们今天可能主要是用ChalliP帮我写算 直接跟他讲需求 请他帮我写出来 那我只要把它贴过来 这件事完成了 怎么做 这个我们待会来看 那另外的话 最后其实是讲到爬虫 好像就是利用那个 我们上礼拜最后是讲到那个 ChalliP生成 下载主要是CSV档案 那因为呢 我们这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在这边 它是一个CSV的档 那它提供给我们一个连结 所以这个连结呢 它的档案格式 它是CSV 各位 他们一集的档案格式 所以如果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希望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那好像我们有讲到 我们有请他用那个ChalliP帮忙 我记得好像云端上我有贴 所以你们可以往下找 这个是那个公式的部分 那底下的话 应该就是会有那个爬虫的部分 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要找上个礼拜的那个程式 在18页 所以将来我会跟各位讲 在哪一页 所以你要知道 因为这个东西网络上云端都有 只是你要找得到 你如果找不到 要自己做也可以 但是不要麻烦 记得云端白板 这个就对 第一个吧 打开之后的话第18页 就这个地方 那我是希望说未来我们 这个作业 这个练习的作业 其实就是把这几个按钮 做完 按下这个按钮 就是把资料重新抓 这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把那个 历年签到这些地方画出来 有三个图嘛 所以123 最后就是把这三个删掉 就是删除 OK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先完成第一个 第一个在这里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 请帮我撰写VBA的SARP程式 对 而且我指定 因为如果用那个下载CSV 其实用这个叫Creditable物件 应该是最简便的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帮我用这个Creditable物件 那帮我 把资料下载下来 于是乎他就帮我写了一个SARP程式 就这一段 OK 那里面有一些地方 可能你们要特别小心 他这个地方本来是UI 所以如果假设这几个字 不是Test的话 你可能要改一下 改完应该就OK了 所以我们把这一段 假如你上礼拜没存到档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直接的 我直接开一个空白的 没有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把程式贴上 我记得好像我们是 这个地方是有把它写 我把它贴在这里 反正你就是在模组 如果你没有模组 你就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把程式贴上就对了 那这个是 这个CSV帮我们生成的 那我们来试试看 其实生成的规则 基本上就是 你们可以看到 他会先把旧资料先清除 那这个叙述是 他将这个工作部的哪一个工作 这个好像后来后面漏了 应该是第几个 干脆把这个先搬到第一个好了 OK 就是这个假设是搬到第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 空白的好了 那所以我这边可以输入1 漏一个1耶 我看把这个 这个加一下 或者给名称也可以啦 如果你给名称 你就不是用数字 然后呢我们就是 我先指定哪一个工作表 是我要贿赂的工作表 跟他讲一下 所以他会产生一个对应的物件 叫WS 这个WS就是指他啦 然后呢这个WS里面呢 就先帮我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全部清空 本来就空了就不影响 然后再利用这个querytable物件 有没有 去增加 add就增加一个连线 连到哪边呢 连到这个网址 所以这个网址就是刚刚我们 那个网路上看到那一个 那并且帮我下载的distention distention就是你要放哪个地方 那我们就把它放在A1上面 这个时候啦 你把它执行 看一下如果没错 应该就会把资料下载下来 那这个时候你当然就可以看到 他会有一个下载的动作 然后就会看到资料就被下载 OK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上礼拜做 但是还没完成 待会的话我们还要希望怎么样 让他变成加这一个 跟加这一个 还有加这一个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加这三个 我们没有办法把那个 这个什么 数纽分析表做出来 所以请各位先 把上个礼拜的这个地方 其实你们如果上个礼拜没存到档 你可以用我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19页 19页这里 然后呢 基本上就是直接复制贴就可以了 差别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A指的是第一个工作表 如果你不是第一个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是第一个 不然的话 你说老师那我不要第一个 我要这一个怎么办 那你就把这个工作表A复制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地方可以把A改成什么 改成工作表A 但是工作表A是一个名称 所以记得前后一定要双以后 如果是数量不用前后双以后 但是名称一定要前后双以后 或者你可以改个名称 那工作表A看起来不是很OK 你如果再执行的话 他一样 我这边中断一下 我让他跑 跑到这里 先清除 然后再把它重新下载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执行 他要再跑一次 所以这个下载的目的就是 你不用每次下载再打开 你只要去抓 他每次都最新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